或实行真 真同做没有言这边的真 一切经营义解释之宋 宋就是真兵是非 宿宋 会书里都说得很好 人前 平时虽然没有奉恨 违尽获胜 不时斗争 故约获失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两个人不高兴 心里面怀着怨恨 怨恨不贫 就像报复 互相 矛盾就生起来了 这个要不花旗 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 这家就不活了 所以家规 就是家里面的法律 人人都要遵守 家长 制法 要公平 绝不能够偏淡 偏淡就是造成怨恨 更深的怨恨 那一定要凭功 来断定 让念安边 都服 这才能忘记 最重要的是教育 教育要非常认真 不允许有这些事情发生 这是教育的功能 发生了 怎么样调节 没有发生的时候 如何防范 它不会发生 这个重要啊 那谁无论 五常四为八德 要常常讲 要不断的讲 一遍一遍的讲 为什么 怕当大众当中 不定什么时候 有两个人去怨恨 这些斗争 天天天经 有的时候有的怨恨一天 哎呀 算了吧 他就自然能够化解 啊 极乐世界 没听说哪个人有怨恨 啊 哪个人 又哪个人 又摩擦了 那个世界 就不能叫极乐了 为什么 阿弥陀佛讲 尽没中断 这点我们要想的 人是教得好的 没错 要天天教 要常常教 不教 可能它就有问题了 他阿雷耶里头 有烦恼的种子 有不善的种子 这个东西 现行 他自己做不了除 心疏就坏了 这人性坏了 他就有偏见 就有邪见 啊 四级 不满意 还要挑拨是非 让这个团体 就产生 对裂 斗争 真 真权 斗力 这就坏了 必须要叫的 每个人 都能知足 长路 我们下期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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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讨论的